第32次夏季奧運 原本已定今年在日本冠軍機場 但是受到新冠危險的影響來演技 不過奧林匹克運動會 對於我們的文明發展有很特別的意義 為此有見過科技台下 在今年創合55周年運動會競爭 在美術冠基盤 競技殿堂奧林匹克賽會場館特展 這每一天電品 都是在歐文主場館的見到 而且有很多都是有當地的獲勝 就算是活動結束 要是會去印很多人健康來參觀 建國科技台下在今年 將基盤創合55周年運動會 在這之前 建國科技台下特別到國立體育台下走 由體育台下提供定規的俄文電品 在電內容介紹現代力學校 俄文會主場館的見到獲勝 其中有俄文主場館 影響經營成功的案例 建立出歐文中館中的幾項最重要的地方 讓人可以依償味 更快速的風險 了解各中館最大的無限 奧林匹克是百年來世界級的一個金字招牌 都是我們公認的世界頂級頂尖的這些成就 那公益善其事先利其器 所以每一次的這個賽會的場館設計建造 每個國家都非常的用心 這一次呢 我們就把歷屆的這個奧運會的這個場館的一些資料 收集起來 在這邊做一個展出 在這邊我們非常感謝國立體育大學 他們提供很多的資料 那希望說這些資料呢 能夠跟我們彰化地區的鄉親 還有好朋友們 以及學校的師生 一起來體悟這個世界級的這個精品 我們應該要向他學習 好好的來參與 因為這個奧林匹克的精神 他強調是著重在參與 不在於獲勝得獎 那事實上呢 每個人都是想得獎獎獲勝 就是這樣競爭百年來 才有今天的這個成就 另外 官來電單品 電視立在俄文長館主題的出版品 正算俄文長館 酒味環境的兩項作品 跟五個文童選手 立在俄文中白的中定規文部 典現現代俄文長館的列書原本 跟以前俄文列書現場的政策面目 電品豐富 歡迎大家能夠重慶獎 新中華新聞 北邊林中華 彩虹報得